电动车的商机越来越大 行政院也公布说会拟定838亿 要推动这公务车的电动化 就是要态换成电动车 甚至喊出说15台电动车 就至少要有一个充电桩 大大的头灯搭配标志性的油绿色 油差门的新座骑升级成电动机车 目前中华邮政已经有3200多辆电动机车 未来还会再增加 因为行政院最新公布 将会拟定838亿 推动全面电动化 第一步就推公务车电动化 不只换油拆车 公部门上万辆的公务车 都将逐年态换成电动车 2030年就要达成公务车全面电动化 还计划补助电动继承车 和态换市区燃油公车 预计到了2025年 电车产值将上看6000亿 电动车要普及 其实充电桩就很重要 经济部预计到了2025年 电动车跟充电桩的比例 就可以达到15比1 车装比跟欧美国家看齐 但华洪先进总经理李秉燕表示 要让电动车普及 车装比要先提升到10比1 因为台湾私人充电桩设置 通常得经过大楼管委会同意 如果不能在家充 公共电桩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累积销售以及建制的充电桩 已经超过了2500只 未来预计在三年内 在全台湾要设置超过200个充电站 提供给我们未来的电动车车主 使用上的一个便利 而随着电动车销量提升 台湾马达动力系统供应链的表现 也相当亮眼 像荷达电动车减速箱的 市占率就超过两成 而台达电马达也成功打进 欧系全球前五大车厂 中钢的电磁钢片 全球市占比也越来越高 专家认为台湾电动车舰队 已经准备抢食大饼 端财新闻 陈宜璇 张华珍 台北报道 看完不断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